以后 以后会再吗 报答了 还是 善命 啊 不愧是要娶我 报答就没人情吧 哎呀 路安安 你想哪儿去了 就那种货色 咱也看不上呢 不管怎样 也算是救了一条人命 就当作作慈善 你丫头 这是你才能得跟老爷道的状势吧 我看你成了哑巴还怎么告状 喝 你快给我喝 喝 又聋又牙 简直丢尽了我们路家人的脸 男人啊 把他送回乡下去 没有我的允许 永远都不得带回来 你要是想让你妈 那就乖乖听话 在乡下待着 永远没有任何看人 现在还不知时候 不能让他们知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抓住他 哎呀 你跑到哪里去了 害我们等了一天 妈 还用说吗 肯定是跑去跟哪个野男人鬼混 哎呀 这次呢 我们是接你回去的 老爷呢 给你找了一门特别好的亲事 就等你做好了准备 就嫁过去了 嫁人 那就是说 我可以出去了 是傅家少爷取信 你呀 就等着飞上枝头 做疯狂吧 傅家少 精神的烟红萌 势力这么强 嫁过子 说灵真名不上 妈 妈 你忘了 他是个又聋又哑的残废 你跟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直接带走 十 终于 终于 啊 一定会 要伤害 不出发 全都是废物 什么都查不出来 这是什么事的 给我继续查 没查到别的箱子 滚 无论 这么生气啊 五哥 路先生有消息了 奶奶之前听起来那门婚事 他们同意了 也就是说 给你充喜的新娘 晚上就送到喽 去了这路家 他真是为了前世把舌子赶出来 把他给我带过来 然后就把他整的 不得住 胡闹 这一桩婚事啊 是你爹爷 在生前给你盯的娃娃牵 人家姑娘嫁过来了 你就要好好地善待人家 那我 行了行了 快去准备准备 人家姑娘就要报了 就是快去啊 你吃饭了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追上之后变凤凰吧 我告诉你吧 其实你要嫁的 是一个命不久矣的 屁秧子 松露别人 我真是绝望 我真是绝望 要不是不想当寡妇 我还真就自己嫁过去 毕竟富家可是江城的顶级势力 行了 我的好妹妹 赶紧收拾一下去见你的夫君吧 哈哈 等我转到母亲的下 我会保护你的 我会保护你的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这里就是富家住宅啊 不愧是叫这种 果然气派对吧 也不知道这个富少长什么样子 脾气会不会很乖 陆小姐到了 您先休息一会儿 我这就喊稍微来 这是那天在树林云当的那个男人 天呐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了 你就是陆家 买来给我冲洗了几年 进化您爸 要不要告诉他 保险奇迹 我都问你话 遇到 要是ärke 闻闻 这不是吻嘎吗 我你听不见 那你怎麼知道我的說什麼 純玉 了一的聽你 就換了一輪廢物 真是包複雜的聲音 這說是個命不久矣的冰陽子 怎麼這麼大力氣 還是個脾氣暴躁大部分的 而是他那個霈王 你是不是躲一躲家 說到不好了 老夫人又病倒了什麼 快 楠楠楠楠楠你怎麼樣 你幹什麼 要你出發郵和大廁所請過 大師大師趴雲遊去了 現在找不到 是楊維軍費 背車去醫院 我 真的没准备呢 我快快来就让开 让开 现在很危险 再耽误十分钟就晚了 必须立刻治疗 我有把握可以救 你为什么相信你 救不了我 我愿意移命保证 你个哑巴的命拿什么跟我奶奶命品 你干什么 小来吧我跟你说你要是治不好我奶奶 一个都不放过 一个都不放过 那可真是太好了 不过现在不行不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吗 还好当时的事 就是救命招数 奶奶 奶奶怎么样 你帮我奶奶怎么了 我抓起来 我找到院子里 不用云 你们吵什么 奶奶 奶奶 你怎么样 还真救过来了 从归室嫁过来军婷的新娘子 是啊 所以陆小姐看起来很弱 没想到还真用一手 那大人不简单啊 大人夫大人 能简单吗 是子涵救了我吗 来过来过来我的宝贝孙媳妇啊 你第一天进门就救了我的秘 你可真是我们父下的福星呀 你个混账东西 我的宝贝孙媳妇这么善良乖巧 你要是敢欺负她加法伺候 沒想到這老太太人這麼好 子涵怎麼不說話呀是嚇到了嗎 媽 媽 你怎麼來了 聽說你呀冰倒了 我飛奔過來呀 沒事都怪了我的寶貝孫媳婦 我現在呀啥事都沒有了 你是思明娶的新媳婦 哎不對呀 我記得思明娶的好像是陸下千禁了 你會醉著 我會醉著 他說什麼呀 他又龍又陽根本就是陸家 又回來糊弄 不會說話怎麼了 他只要在我們復家一天 他就是我們復家的人 你們要好好的保護他 這執席我剛才說的什麼呀 夫人說他從小體弱都病 後來 跟一個中英學人品好 哈哈哈哈 執席吧 謙虛 能教我母亲怎么说您随时学的平衡呢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是这个 不是说要是我有什么病痛呢 还是会有些练习方 夫人说 他就学了一套用命的针法 正好能够治老太的病 其他的快点去厌 哦 原来我死呀 行了行了 我现在没事了 今天是你们小两口的新婚之夜 回房去吧 奶奶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你好休息 去给我查一下 这个小要把什么来了 还有再查一下那天在树里 是不是有一个 拿走我玉佩的女人 不会吧 难道怀疑到我身上了 玉佩 那个玉佩 我放哪去了 夫人这是在整什么 夫人 他又想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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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干嘛 他又想干嘛 你还拿走我 我现在过去 他就想干嘛 他又想干嘛 你回家 他又想干嘛 他又想干嘛 我对这些 我对他 他又想干嘛 那我还想干嘛 他又想干嘛 他又想干嘛 负家的家产吧 我对你们家家产一点兴趣都没有好吗 要不是因为嫁给你可以逃出来 谁想嫁给你这个大魔王 我警告你 你不要以为奶奶很喜欢你 就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晚上 我是这 你是哪 再怎么说 也是救命恩恩的 就这带 算了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 哎呦喂 我的宝贝孙媳妇 这么早起来做早餐 这新婚之夜 怎么不多睡会呢 那可不行 这些个活儿呀 那都是下人做的 你呢 不用去做 你既然家在我们家 那就是我们家的福气 这以后呀 你什么活都不用干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只要有我在呀 这个家就没人敢欺负你 我看你呀 陪假呢 也没带什么东西 对赞卡呀 是无限额的 你想买什么东西呀 就直接去商场买 这富老太太对我也太好吧 要是他知道 我是顶替路子安 嫁过来的 哎 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你要是要司机的话呢 我就让司明啊 开车带你去 你呀 千万别委屈自己 喂 我回来啦 天哪 你怎么回来的 我现在听你说话 比我中一个亿还开心啊 别提了 我都快憋死了 一会再说 先挂了啊 我说怎么 原来被这个蠢 不安安 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 这么巧 对了 跟一个病样子睡觉 是什么感觉啊 怎么不跟姐姐分享一下 就你 也有资格看这些东西 就你 也有资格看这些东西 好的东西 当然要配上有品质的人 你好 这条项链 帮我包起来 不好意思 这条项链 刚刚已经被这位小姐预定了 那一个狗也看清楚 这个又聋又牙的香巴佬 配得上吗 握出双倍的价格 不 三倍 我包起来 好的 我这就去安排 小姐 这条项链总价是一千万 三倍的话就是三千万 您看 三千万 你这是什么黑点 一条项链要三千万 小姐 这条项链是我们的镇垫之宝 全球限量独家定制 好心要开始 完了完了 这下丢人丢打了 我怎么可能拿得出三千万 这牙巴这么重视 难道 这玉佩大有来头 三千万 毕竟不是小数目 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我要见他 哼 想到了 叫 叫 嫂子资料 陆小姐 陆小姐 陆小姐原名呢 叫陆安安 她是陆家的一个私生女 不过母亲到现在为止 都是下落不明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陆安安在九岁的时候 因为某些原因 突然变成了一个龙亚人 但是陆家不仅没有去救她 反而把她丢到了乡下 她整整在那待了十年 这么看 其实陆安安还真是 一个小可留的呢 你刚刚说某些原因 是什么原因 你刚刚说 你的 是我的 老爷你们都来对吧 只要你们放了我 哪来的 我听你这样说实话好了 要不然 是我妹妹的 是我妹妹给我的 嫂子 怎么看 你们要是想知道她从哪来的 你们就去问她 你们两个把她 丢到城外的跟我们一起合作 不说不说实话 不说实话 说实话了 好吧 最后一次机会 我捡来的捡来的 去 这个 拿着 都会 是你吗 哥 查清楚了 玉佩是那女的捡来的 还有这个 哦 桌宝给你监控物相里的 那女的是陆家大小姐 她还说你是个病秧子 所以才让她妹妹过来提嫁的 简直是不要命了 哎 这女的怎么能这么蠢啊 明明不是她的东西 她让她大眼不惨的说 我要把整个双肠买下来 哈哈哈 挺有意思 就这么想要我的东西 什么意思 没事 哎五哥那女的咋处理 打一顿 然后又会打下去 打一顿 五哥你不是从来不打女人吗啊 为了嫂子别管 行 你管 五哥你的话就是胜口陈告天 别废话了 你走 打女人去 你是说 子涵前脚出门 我们那小五后就叫跟上去啦 前真万去 好像 还挺着急 哈哈哈 我们这小五呀 还会粘人呢 看来呀 这个孙媳妇算是取对了 又很快就会抱重孙喽 哈哈哈 这是老夫人 听卡总卫生的下人说 色谣好像 什么 色谣好像和夫人还没有缘 这个木头脑袋 等他开窍 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重孙呀 不行 这难行啊 你只管负责去做 有什么事我都转 好是 你 那玉佩 居然是真的 就那样交给一个树林偶遇的 陌生女人 这也太随意了吧 你今天最后就叫什么 就那么喜欢我的东西 玉佩怎么在他这里 难道 他去了商场 想要 想要也不给你 什么事情不给我的宝贝孙媳妇啊 啊 奶奶没什么 你给我 拿出来 拿出来呀 我们副家的传家宝 孙媳妇 你喜欢这个 你啊既然是我们副家的人 一个传家宝而已 拿着 既然喜欢呀 奶奶做主 送给你了 不会是一家人 送传家宝都是一样子 奶奶 这个玉佩是 奶奶是我们家的贵人 你啊 后想对他好点 奶奶 哎呦 你疯不来了 来坐坐坐坐 哎奶奶 你最近是吃了什么 营养品吗 你不感觉 年轻了十岁啊 你这张嘴呀 就是我们家小五 有你一半的嘴甜 我早就抱上重孙了 哈哈哈哈 我还有的时候 是挺欺人的 不理他 哈哈哈哈 吃 来来走吃饭去 走 吃饭喽 孙媳妇多吃点 今天啊 可是国宴主厨做的菜 你看这个虾多鲜鲜呀 多吃点 您自己吃啊 嗯 五哥 五哥 那个你从小就宝贝的玉佩 怎么到嫂子身上去了 谁放到董事呢就在 放心吧 嫂子 之前那个伤害你的人 已经帮你出过气了 我只是看不惯 脱别人东西的人 还有人欺负我的宝贝孙媳妇 奶奶 就放心吧 有我和五哥在 没有人可以欺负宴 奶奶吃啊 嗯 也就是说今天陆子涵被傅斯明教训 哎呀真是天主为一 还真把自己当傅太太 穿成这样在我面前黄 现在才害羞 是不是玩乐天 我是说 你才跟我欲擒过走 还是说 你才跟我欲擒过走 欲擒过走你大 你堂上一个总裁 你们都不要那么紧 这则是你的真面目吧 你别以为现在男的喜欢你 我就还明白了 总有一天 我会找到你的把柄 到时候 男的就 结婚 小爷 夫人 不好了 老太太独人晕倒了 你们快点去看看吧 这是这么重 男的来的 怎么可能 我昨天给老太太把麦的时候 挺正常吧 这不是男的发现啊 我夫人刚才到路找你们 结果在客户门口晕倒了 来来 收一道 怎么这么熟悉 小五呀 今天晚上你和子晗就在这边休息吧 来来别闹了 帮我们出去 我想起来了 崔行香 这是崔行香的伟大 老太太这是强行让我回扶子明月吧 怎么突然这么困了 老李呀 给我回去休息吧 奶奶 奶奶 叫 叫 叫 你没有在聊什么 啊 我死你 大爷又来这 奶奶在外面 如果你不想让我玩真的的话 请叫 嗯 嗯啊 混蛋 你不是来真的吧 啊 你是狗变的 嗯 我根本居然有了反应 我去洗个澡 哎呀 要不是看在你也住这 我才不会这 气 是孙明每天生亡活活 还以为他是在装病 没想到他天天 已经生亡活死 这下毒的人得多恨他 你在干什么 赶紧过来 不然我现在就算了你 你咋先醒他了 现在过来 我还能饶你一命 我让你把我拼命见 给不了你再开我 我 才让你贪掉 不安 加碰它 不安 不安 假装 只有 或 即便 我 来死我了 你还真是辰 叫你平时那么凶 现在知道难受了吧 好好睡一觉吧 大哥 你不会是在装睡吧 长得是挺帅的 可惜 是个大猛王 喂 哎哎陸家有消息了 不妙搞什么妖娥子 你那个扎爹不是准备在华美酒店 举行陆氏集团成立十周年的庆典吗 我听说啊 他要把公司50%的股权都交给陆子涵 你去按照原计划进行 好的期待你今晚的表现哦 行 终于到这 室哥 听说昨晚你生了独用他做 是个下族的人可真沉得住气 我跟你发了那么多传言出去 他还能足够面对 要是让我抓到他了 我一定把他对十万对 哎哎五哥 我怎么觉得你的气色 好像比之前还要好啊 是不是云鹤大师找到了解读方法 是不是云鹤大师找到了解读方法 是那个小雅的帮我换紧 Trainer 你因为 WEA 你也要把他叫我 这个时候 就要把你嫂子 我就把你嫂子 你你嫂子 你嫂子 你嫂子 我真的嫂子 你嫂子 你嫂子 我嫂子 你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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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真是受够了 你们两个人 怎么能不能老在 我这个单身狗别继续恩爱啊 算他有点恶心 我又说回来 你有说了邀请团吗 邀请啊 对啊 明天好像是律师集团的真人性 是这么小的公司才邀请我 还是也呢 我先出去的 哎哎五哥 那傅卡要不给我呢五哥 主任傅家传来消息 傅思明 谁的一定会好受吧 傅思明他没上 听下面的人说 他昨天收拾的地方好 那他都不被解了 不可能啊 我下毒这么多年 没有人可以解 找到生命 你去查查 嫁到傅家那个驴子到底是什么来的 是 好了没啊快进去了 急什么 打厂子 打厂子 倒是得压就出厂了 怎么样 挺上难民的 上难民就对啊 哎 今天这么高光的时刻 你确定不打扮好看点 好看对没意思 我们当然越惨 他们都变成了 不愧是你呀 要 上车好了吗 哎 要是让我知道谁欺负了我的宝贝女儿 看我怎么收拾她 过来了 好 里边紧 行了 客人都来了 进行 不要跟我丢脸 知道了吧 哟 那子涵可是越来越漂亮了 可不是吗 听说子涵呀 开始接受家族的产业了 看那是有不有样的 我都在考虑啊 让咱们的女人跟着子涵学习了 哈哈 哪有你做的那么好啊 哈哈 哎呀老陆啊 这你可不谦虚了 这以后 陆氏集团交到子涵手里 应该会更上一层楼啊 各位来宾大家好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抽出宝贝的时间 前来参加我们陆氏集团 十周年庆典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将跟大家分享一个喜讯 我将把陆氏集团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传给我的女儿陆子涵 由她带领我们陆氏集团 走向新的辉煌 听说陆家还有一个千金 叫陆安安 是您和您的前妻 有约如生的女儿是吗 听说陆家还有一个千金 叫陆安安 是您和您的前妻 有约如生的女儿是吗 这是你亲爱的记者 我没有啊 原来陆家还有很多人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这陆安安又从哪里冒出来的 陆总 听说陆氏集团成立之初 是您的前妻拿的体重资金 既然如此 陆安安小姐是否有继承权呢 她怎么知道这些 好不容易让江城忘记了 刘月娥的存在 反正那个小雅八九岁之后就去了乡下 也没人见过她 更何况 她现在嫁给你个病样子 能活多久 还不知道呢 安安 她是我的女儿 那作为陆氏的千金 她为什么没有继承权呢 今天是陆氏周年庆 本来我不想扫大家的信 但是既然各位记者朋友问到了 那我就只能如实相告了 安安 她在九岁的时候 就因病去世了 陆夫人的意思是 陆安安小姐已经死了 是啊 我可怜的安安 那这个女人是谁 那这个女人是谁 陆安安 陆夫人按您的吩咐 二小姐带来 什么时候让你带她来的 陆夫人 你刚刚管这位小姐叫陆安安 她就是你口中所属已经死去的女儿吗 陆夫人陆夫人 你再解释一下吗 陆夫人陆家树 这位传言那位越来陆安安小姐 老婆帮他们秀赎 不是的 大家误会了啊 没有死 她只是小时候就聋念 我把她送给老家信 爸爸 你怎么说 我是聋眼人呢 这样说 要是传出去 你讲多不好 原来陆安安安小姐是正常 那为什么陆家说她是病死 就说她是残骗了呢 这你还看不懂啊 人家平时就不受宠 估计啊 在家里就没少受折磨 妹妹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你都不知道 姐姐担心死你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陆安安 很害怕她的姐姐 可不是嘛 你看看陆安安穿的 再看看大小姐穿的 我可从来没看见过父母 偏心偏从这个样子 是啊 爹不可能娘不爱的 真是可惜 难道我感觉错了 陆安安还活着 那你刚刚说到 转让补分的是 安安虽然是我的女儿 但是她很想分别不好 之前还影响了很多客商 我总不能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就把陆子奇谈给她继上 这样对我的员工 也是责任吧 爸爸 不是当初妈妈给你 以前建立公司的时候 你不是说了 要把这一切都给我的吗 妈妈 这些不要难 我说了 爸爸 我是不是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话呀 对不起 我不该说这些了 好 好 蒋安安今天过来了 那么为了公平起见 我准备了两份 一份呢 是公司的股权计划 一份是南街 一条街的门铺 这样吧 为了公平 你们两个抽签 抽到哪个 就是你的 爸 我就知道 最疼我了 他们 住咱们家 不知道 到底 公子 当然了 妈妈 怎么会不听你 啊 哈哈 这件总 你死在股杂 现在白白 让他搁了这么多店铺 没关系 等他拿到了店铺 在合逐生肖之前 转走就是了 妈 还是明昭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把抽签的工作 交给酒店的王经理 饭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南木城 你们在我们眼皮底下 做了手奖 怎么会呢 我只是惊讶 妹妹怎么这么好的运气 姐姐 我就喜欢你 看不惯我 你幹不掉我的樣子 神智快點 爸 我是真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活動 他就跟玩玩抽到了 他不是榮樣嗎 你們突然會說話 老爺 這些都不重要 當務之急 咱們是要把合同追回來 不然等路安安那個賤人 簽了字就晚了 對 那個賤蹄子 肯定還沒走遠 沒人呢 把合同給我搶過來 如果他反抗 不要說 喂 那個老傢伙做夢也想不到 我會假裝成他給酒店經理發消息的 今天這事 幹的不錯 回頭請你吃大餐 嗯 啊 這只是 所以我 我都會一天一天的鬧 說 哦 好了別看了 我的人会解决掉一切的 你还要撞到什么时候 小哑巴 因为都知道了 难道 刚刚在酒店感觉到的那道事情 是他 多人演技这么好 连我都一直蒙在鼓里 夫生 既然这么聪明 那就应该早就调查过我的情况了吧 你知道 我也是被迫无奈啊 是吗 夫人 夫人嫁给我 还真是取材了 为了这么大功夫 就为了一个小小的公司的股权合同 陆少 你以为所有人跟你一样会投胎吗 夫人如果是想要钱的话 何必舍尽求运 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 只要你帮我很开心啊 别说是一个路奖 十个路奖 我都可以送给你 还好远 想到底 怎么 不服气 那这合同 你还是不要了 等一下 等下 别多没提转过锅 我不是这一套 你松开 松开 哎 哎 啊啊 我受伤了 好弱啊 是真的穿的刻意 哦 这样看着他 好像也不是那么坏 好你个陆安安 你竟敢在这私会演男人 好你个陆安安 竟敢在这私会演男人 不过这个男人还挺帅的 为什么陆安安这么好命 不然没有聋哑还找了个这么帅的小白脸 帅哥 你身边的这个可是个二手货 何必为生赚这个钱呢 不如 你陪我 我给的 肯定你这个贱人给的多 什么情况他没认出傅思明吗 看来有好戏看 你笑什么陆安安 你还要不要脸 他不要 那你有什么东西 我可是陆家的大小姐 要不是你有几分姿色 你觉得我会搭理你这种软饭男吗 你 小事 不识好歹的东西 你们一群瞎子 看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了傅家 你可笑得出来吗 这连小事都办不好 我们在追陆安安的时候突然被一群人抓起来了 其他几个弟兄都牺牲了 只有我他会来报信 陆安安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一定是背后有人在帮他 他在乡下 谁能帮他 谁能帮他 爸 妈 多来现在都敢在外里养野男人了 还有什么事他做不出来的 爸 你看 我只拍到了一个背 这个车 怎么这么熟悉 这不是傅家的车吗 好啊 这个卢安安 拿着傅家的钱再灭养男人 傅家又是知道了这件事情 打死他事小 安逸年龄到我们怎么办 我有办法拿回河头 什么办法 这件事就交给我办 卢安安 既然你自己找死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我去你给我老实力 需要我给你新的教训 老公 好好说话 为哥 叫是这样的 我现在不是开口说话了吗 说 我该怎么样想和女奶解释 陆小姐这么聪明 怎么会演戏 我相信你可以自己解决 怎么 我听管家说 你之前一直在妆容作哑是吗 奶奶 你都知道了 奶奶 其实 要不是管家跟我说了 你打算忙我到什么时候呢 奶奶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 陆安安 我早就跟你说过会有这么一天 反 我说去 奶奶 其实 我还有件事想告诉你 其实 我的真名叫陆安安 如果你跟不是亲爸的 你让我家想想 为什么 奶奶 真的对不起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和包容 我现在就离开 谁让你走了 你走了 我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孙媳妇 你不怪我吗 傻孩子 我怎么会怪你呢 以前的事情又不是你的错 你也是被迫的一方 这么怪乔懂事的孩子 他都不放过 奶奶 您说他 乖乔懂事 你不知道安安 我有孝心 他知道紫檀木的材料 对我养生有好处 他在商场里买了整套的紫檀木架 就送到家里来 小五啊 你真是取到薄了 你要好好地珍惜他 我还以为那些消费资格 不是他的自购买的设处 安安你放心 你居然嫁到了我们家 就是我们家的人 以后呀 谁又不能欺负你 路家也不行 进来吧 夫人这是凯诺送来的衣服 管家 这是您的 管家叔叔 这是您的 夫人这是给我的 照顾您是应该的 这礼物太贵了 使不得 拿着吧 谢谢夫人 真是个好孩子 知道惦记别人的好 你看 他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 有些人呀 不知道心疼媳妇 活该他没礼物 无聊 对 哎呀 你走 以退为进 奶奶是过来人 这男人呀 不能管着 你对他忽冷忽热呢 他都知道 我赶紧你 哈哈哈 这老太太 我喜比我还多 痛吗 我记得饭在哪里 我会是人在找什么 我先回房间了 我可以跟你合同 不过有条件啊 怎么不愿意的 那算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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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什么 用点力 好 关系 我审 好了 而且很简单 最近我睡觉前 你必须睡觉才到 啊 哎 哈哈 你要干嘛 叔叔 我不同意 哎 哎 由不得你 你要是再敢动一下 谢谢 哈哈哈 你要是敢用内音针扎我 你要是休想穿你睡觉 你你要是敢来针 我就扎死你 这就是他说的睡觉 不安啊 你还在期待别的东西 你还在期待别的东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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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给我好好等 哎 这个小贱人到底在干什么 咱们母女俩等着倒没什么 可老爷毕竟是他的亲爹 这怎么亲爹来了也敢晾在一边呢 就是爸 你昨天刚把股份转让给他 他今天就翻臉不认人了 等一会啊 您可得好好收拾他 他要不是这样出去了 我非打死他不可 他要是这样 我非打死他 老爷 老爷 你也别生气了 你忘了他还有把柄在我们手上 这样他也翻不出什么风浪 最后是这样 我们翻一圈里进去 敢跟我五百列子 看我等下怎么收拾你 好你个小贱 昨天打扮成那样在酒店 是为了博同情吧 真是有亲吾必有亲吾 跟你那个妈一个都讲 你竟敢打我 谁给你敢捉住我妈的 你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吗 啊 我忘了 你这个陆家千金的身份 都是偷来的 别的东西用久了 就觉得是自己的 你 陆安安 你别欺人太甚 别以为你现在当了父夫人 你就给不认娘家人了 好了好了 你要说那些废话干什么 别忘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既然如此 晚安 把这本合同签了 我自愿放弃 陆氏的百分之十四分 我还自愿放弃陆家所有材料 被陆家所住了 都被陆家所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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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弄我 晚安 你故意的吧 你会呢 我是被你们的无耻 刷新了 我告诉你 我的手机里面 有你跟别的男人偷情的证据 这个合同你要是不签 我就把证据交给陆家人 证据确凿 狡边都叫 证据确凿 安安呀 我劝你呢 还是签了吧 再怎么说呢 咱们也是一家人 这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如果传出去 对我们大家可都不好 好 我可以签 不过 总得让我看得动 陆安安 你还真是不见光才不落泪呀 光天花儿之下 跟我说男子在外面勾勾搭搭 陆安安 你不要脸 我们陆家还要了 也男人 这要是被他知道 不是得被气死 他笑什么 难道是知道自己事情败露 想向我们示好 你现在就把合同签了 以后乖乖的听我们的话 我们呢 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否则 我就把这个交给陆家 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过安安呀 刚才呢 你让你父亲在外面等了那么久 你总得好好的认个错吧 不然传出去呀 会让别人说我们陆家的女儿没有孝心了 对呀 我应该怎么做呢 不如就磕头认个错吧 这件事呢 就这样过去了 以后呢 老爷呀你别再追究 看今天都不懂事了 时间约差不多了 想让我想要到天 你女是我的做我的 先让你跪下来 喝酒你都不愿意了啊 给我跪下 你啊 我叫你跪 你我必须要跪 陆总好大的威风啊 奶奶 孩子 没事吧 奶奶 我没事 你别怪我父亲 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的手都伤成这样的 还说没事 来人 大夫人下去爆炸 奶奶 要是我父亲做错了什么 以前由我替他承担 架别怪了 架别怪 我有这个剑 在人家好心 在我们副家的地盘上撒野 这是你们陆家的家教 老夫人 打搅您的心境是晚辈的故事 只是您不知道 我那个女女啊 喜爱是个世神悲 我今天上门就是为了教育的想法 如果打搅您了 我把他带回去再讲 有什么严重的事情 又挨打又罚贵的 这陆家 你经常就这样做吗 是 奶奶 我是真的不想骗您 我前两天啊 看着他在外面跟一个野男人撕毁 我劝劝他不听 还管我多管闲事 爸爸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生了好大的气 谁是你奶奶 谁是你奶奶 那陆家的日子 还是过得太熟 放心吧五哥 我这就找到这根条件麻烦 不过话说回来 要不是亲眼见到 谁能相信 有这样的爹啊 笑死 嗓子 他 人生可真是灰暗 五哥 可要好好疼他 说完了吗 说了赶紧过来 呃 好的 不过来 夫人苦肉进入了不错 为了一个以后 真是可惜了 老公 你这话 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没有伤害自己 我心里没人更好 你也看到了 里面是不有人为难行事左逼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等一下 所以你没想 闭嘴 希望你记住自己的事 你是父特杰 我服私你的 那老公的意思就是说 父太太 所以在江城 哼着走 真正 呀老公你放心喊我 以后在外面前 会动你好吧 嗯 这是 年皮初开花了 不是 这不是陆安安吗 他朋友的那个男人 怎么这么年少 是那个小白脸 爸 你看 陆安安找的小白脸坐在那 哎等会等会 不对啊 这是你家我们跑什么 哎 我现在还不能暴露我自己的健康状况 哦对对对 不过 不过 你是什么时候被动作小白脸啊 那个女人她蠢是蠢了点 不过什么也还不错 五哥你确实挺适合当小白脸的 有完没完 信不信我把你送你去英皇当小白脸 开玩笑开玩笑 刚刚明明还在那的 他爸还在那贴着呢 肯定是陆安把他藏起来了 爸 我们现在去找 肯定能抓到那个小白脸 够了 陆总 我们陆家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们富家妙小 装不下你们几尊大佛 对不起老太太 都说我叫乌方改天我登门亲自给您赔笔道歉 不必了老李送客 你不是说有办法拿回合同了吗 这就是你的方法 今天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爸 你咋妈干嘛 快说了 你还有点说啊 牛人现眼的玩意儿 现眼 害得我在老爷面前用那么大的脸 我绝对不会轻易饶过你 还有那个秘语 别以为翅膀硬了 老子就没有办法收拾你 什么 陆总 银行那边说好了贷款 突然贷款了 什么 那个合作协议不是已经签了吗 这也是透露 好像是因为我多用的是因为少爷 你是说那个草包沈黎峰 我去找美女 听得超好 听说这时候最喜欢美女 如果我们别的送过过去 我都不可心了 现在说不对啊 我在哪去找美女 老爷 你记得多安安那个小蹄子吗 当初里面就像上新美女 他安安现在长的那张狐梅子里 完全就是已经传了他的金呢 对啊 可那个你理在傅家 为什么办法呢 老爷 你忘记了他最在乎的人是谁吗 柳月如 柳月如 对啊 又让柳月如搬柚儿 不怕他不出来 到时候再把他送到沈少的床上 再找几个狗仔 拍几张验照 到时候贷款的事可以解决 合同也能拿回来了 这次要是再失败了 你就别再回来 主人 这是那个女人的全部资料 陆安安 是 她是代替陆子涵 嫁入傅家的陆家私生女 而且她的聋哑也是装的 就在前几天陆家周年庆的时候 她突然开口说话 连她父母都没有预料到 半竹吃老虎 有意思 半竹吃老虎 有意思 她的医术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确实从小就体肉多病 不过自从她九岁之后 江城就查无此人 直到前几天才重回大众视野 而且除了陆家老太太那次之外 她再也没有展现过她精湛的医术 甚至连头痛都是去医院 陆家马上要学新人家说了 左思明必须在之前要死掉 你找个机会把他们俩干掉 是 你来了 快坐快坐 说吧 什么事 想吃什么菜啊 自己家 你我之间 就不用演什么父子子笑了 我妈在你 安安呀 你也知道你妈妈 一直精神状况不太好 你小的时候呢 她就一直疯疯癫癫的 这些年呀 也多亏你的父亲 找人照料她 等吃完饭呢 我们就带你去 不用 我们现在就去 安安呀 咱们呢 毕竟是一家人 答应你的事情呢 我们也一定会做到 五分呢 我们也不要了 就当是送你的成年生日礼物吧 这个呀 是零吃泡的酒 喝了对身体好 你尝尝 那就谢谢你了 再聪明 再聪明又是不一样 还不是玩得过我 安安呀 你身体虚弱 再多喝两杯 来人哪 把他送到西海酒边 来来来 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listen to me 今天 全场所有消费 省公司买单 喝省公司买单 敞开喝来 怎么今天这么开心啊 开心 五哥马上结婚了 是吗 能不开心吗 是吧 恭喜五哥 金五哥 五哥什么时候 把嫂子在这见见 我把嫂子送过来这么喜呢 父爷 对不起 女活师的机会 再说吧 父爷 你这是玩真的 把他给我干嘛 等过了今晚 看你怎么嚣张 放开 放开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如果我说 我是被陆加明明送来 你以为我会相信 是真的 当然我知道这话听起来人家 我发誓 我真的没有夜会心啊 什么 你怎么在这儿 嗯 给我一百个板子 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背叛你啊 而且 我知道这是沈黎峰的房间 我跟他 怎么可能吗 如果进来的不是我 你知道有多危险啊 肚子疼我要被你害死了 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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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为你 把衣服上好 十分钟真的给我滚到酒店来 再带一趟你得试衣服 什么情 回来 五哥 我错了 真不知道为什么 嫂子会来我的房间 我这客人你也知道 你觉得我 衣服 我是肯子 Song 警官 今天把我的 我过来的 再给你烧烷 你看来这陆家 我真的不想活了 等一下 这点事 你可以自己解决 这点事 我可以自己解决吗 别过理由 你不是說我是不加少奶奶嗎 給江城含著走 這次他們這麼對我 我想給他們教訓 那你最好給我一副 哪一個打針 走吧 老公拜拜 喂 陸子涵現在在哪 那個城貨在4012房 等著一會兒帶狗仔去你那兒呢 再給我找個人過來 誰啊 別敲了 誰啊 你好服務員 有什麼事嗎 我們昨天給每位尊貴的客人 都準備了一份美食 你看後面送進來吧 進來吧 啊 啊 你是誰 怎麼了寶貝 這 咱們不是剛剛已經睡過了嗎 怎麼醒來就翻臉不認人了呢 快看 別瞅目別拍了 哎別拍了別拍了別拍了 過去別拍了拍什麼拍 姐姐 你沒事吧 陸王啊 又是你這個家人高的鬼 陸王啊 又是你這個家人高的鬼 姐姐 你怎麼能這樣說呢 我這是來幫你的呀 陸王啊 這一切你倒都知道了 都是你設的絕對不對 而是 姐姐 你不是從小就喜歡 觀眾主目的感覺嗎 我就是在幫你 我讓你們走了啊 我嚇到你 陸小姐 我們也是聽命行事 你冤有頭再有杖 你要是報仇 找陸家 把相機卡給我 我公有陸 這樣呢陸王 也沒有以 Yeah 你們聯起火來 設計過 至於顧家那邊會怎麼做 我可就不知道 顧小姐 你千萬別告訴顧家 顧顧家 我們就試定了 給我 走了 我爸爸嚇了你 是嗎 那你說 我們的好父親 看了這個視頻 是會心疼你嗎 還是會和你斷絕分 有關係 我錯了 我錯了 我求求你 在我們是同父異母的姐妹的份上 你不要告訴我父親 想我不告訴他 也行 只要你告訴我 只要你告訴我 我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呢 你要是不告訴我的話 就把這個視頻 弄上熱搜 我說 我說 我小時候被送去鄉下之前 我以為我又得了精神病 父親把他關進了精神病日 難怪這些 一直都找到 人在哪 我真的不知道了 我才說的都說了 聽著 我沒時間陪你演習 你要是實在是不告訴你 只要把這個蘇生熱搜 讓全江中的豪門都看看 這個視頻 我都說了 你把這個看給我吧 我對這個結果很不滿意 嗯 就在網上 我這樣 給我這時間 我不去看我媽的話 一天 我只有一天的時間 要是得不到我想要的 那就別怪我 掃得還真行 居然設了這麼大一個局 就為了找他母親的下落 五個 我到現在都懷疑 他真的是被迫 提價到副價的嗎 我今天表現怎麼樣 非常不錯 尤其是那個色友來講 哎呀別提了 我現在也想起了 露子涵那個 臭氣的眼神 跟噁心的語氣 我渾身都起雞皮疙瘩 哎 不過說起來 你真的不打算 離開副家嗎 雖然那個大魔王 脾氣挺差 但也 那麼糟 而且正好可以接副家的背景 查我媽的下落 哎 我說你不會是認真的吧 什麼 你不會是喜歡上那個大魔王了吧 什麼喜歡 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呢 真是 哈哈哈 走了 記住啊 完了 師傅 師傅 我老公來了 小定貪 你先回去吧 啊 什麼什麼 現在年輕人都這樣 走吧 我還欺別人的 師傅 不好意思啊 師傅 顧婚宰是大魔王 太可怕了 哎 你多保證啊 老公 你怎麼那麼好 我都以為你走 結果 你還在想你走 也是清楚 否則後果自私 你弄我了 好嗎 還有更看看 啊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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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不分明 啊 啊 啊 你幹什麼 幹什麼 我怎麼再給你自己的解釋 啊 我就是陸家安排來 給路子寒港栽的 以你的手段 不願意的 不該因此手段 啊 哎呀 我真的沒有任何目的 啊 你不是叫我老公嗎 我這是在行使作為老公應有的權利 啊 離婚 我說什麼 我離婚 我們可以離婚嗎 既然 你懷疑我嫁到附加的目的 我們大可以離婚 這樣你就不用擔心我對附加不利了 哦對了 陸師 彈走能兩億劈 我會還你 其實兩個億 你覺得我勸嗎 那你還想要什麼 不要你 辛苦說出真相 上一次跟我撒謊吧 已經被沈默風 留情了 哎呃呃呃 喂奶奶怎麼了 小五啊 你現在跟安安在一起嗎 他不在 哎奶奶我在我在 安安吶 今天不是你二十歲生日嗎 哎呀在家裡給你準備了很多好吃的 你快回來 啊好奶奶 謝謝你 我們馬上就回來 謝謝你 想什麼呢 沒什麼 就是 想我的媽媽 以前 他也總是喜歡摸我的頭 然後 跟我在各式各樣的小玩具 可惜 這些小玩具 都被你才講糟了 不好意思 我不應該和你說這些 你等我一下 一場 怎麼了 我 我 我要 這是一百萬 你 說真的 那這個我還好嗎 我笑著 天天透 也是內心 这个 怎么在你手上 不该问的就别问了 来 喝茶 看起来熊熊的 其实还蛮暖心的吗 我们被骗了快走 让你走 你怎么知道我这么多了 谁拍你来的 童子里有毒药 你让开 让开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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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你没事吧 我还记住了感情 让他知道 再派一批人去查清楚 我倒想知道 到底是谁 要硬撞我们副架 是个车子 是个车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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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陆安安居然敢这样 跟五哥说话 而且五国竟然不生气 刀刃要毒 我已经抑制毒素的蔓延 你还是得去医院 不能去医院 嫂子你放心 我已经派人去请医荷大师了 你先下去吧 好嘞 电灯泡告退 你给小声啊 你刚才 为什么救我 谁说我要救我 没问题啊 我只是不想因为我的事 没了别的 五哥 离荷大师来了 师傅 傻 傻 师傅 你有人带着来了 安安 你可比以前那个又瘦又黑的那个小姑娘 变化大的好多呀 我都还认不出来你了 你 还在许久 你先看看他带手 好好好好 你 是你先去休息吧 怎么我刚走了一段时间 怎么做这样的 大师 我还有多长时间 按照这个速度 就四个月吧 三个月 就够了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清楚 这个结果我早预料到了 对了大师 您跟我夫人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话说下来 那就成了 多年前 我经过一个村庄 意外地救下了她 顺便治好了她的聋养 本来 我是想直接离开 结果 那 后来呢 后来呢 我当然没答应了 你想想 像我这样一个潇洒 自由乱的人 怎么认识 推一个喜 但是呢 我活了大半辈子 还没见过像这样 皮脸的那个小皮孩儿 对 我呢 就 烦死我了 我就交了点医术给她 走的时候呢 又给了几尾书给她 让她自己好好的揣 其实呢 我也并没有自己找她 你想不到 嫂子以前还挺不要脸的 哈哈 哎 怎么说话的 这样说我徒弟太不像话了 人家说这不疼她 你这不是还蛮疼她的吗 哈哈哈哈 哈哈 哇 你不走了 大师 我让林峰先送你回去 嗯 好 你呢 一定要敬仰啊 不能熬夜 走吧大师 你好啊 千万不要再熬夜了啊 老师你再跟我讲讲呗 这个事好说先喝酒啊 喝酒喝就是喝 来人家喝喝喝 你是不是快死 放心吧 死不了 你是不是快死 死不了 你 紅了眼睛 他把谎言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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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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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功哥 发了不要当真 何彩正我的耐心 老公 怎么又想演戏来播求的同情 果然是在演戏 好 既然你说你没有 让你这么给我看 过 真是小乔你了 演技这么好 你不懂 你不懂 这呀 我可以吗 你这呀 我真的吗 为什么 是吧 那女后再去 路安安您怎么就这么冲的怎么就 反正睡就睡 不管我是谁 他应该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了 好不好 一大早嘀咕什么呢 啊没什么 就是在想 要不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为什么吃 你没什么大事 就是 就是吧 那天你在树林里遇到的 什么 我知道我早就该告诉你 可是我看你一直在找那个鱼 你还把路子汉给揍了一顿 我以为 我以为你会杀人灭口 我 我 你胆子可真大 我警告你呀你不要欺负我 你要欺负我的话就告诉奶奶去 而且我们俩都已经睡了 你不许 不许对我怎么样 再说了 苏林里还是我救的你 那你为什么早就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当初那么讨厌我 我跟你说你信吗 你要是还不信的话 那我只要离开了 从今以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不干 啊 你干什么什么 睡完我 不能看在夫妻的情感上 放我一马 住我 主人 任务失败啊 什么 一个中毒废的 和一个手无腹肌的 你跟我说任务失败 那边的怎么说 他们都 都没有回来 可能已经一群飞 养了你这么多两 你养个人都杀不死 主人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边已经起异性了 先叫我们人不要轻举妄动 是 叶琪 你快把我害死了你 怎么了 算了 没什么 哎 那件事进行的怎么样了 放心 我已经让刘智拿着视频 去找陆子涵要钱了 相信陆子涵有了压力 很快就会行动的 不管 你真的认为 陆子涵那个蠢货 能找到刘怡的下落吗 他本来就是个幼儿而已 我也没指望他能干什么 老爷 我做的腰扇给你补补 老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爸 你们这些见识是派来客户的是吧 啊 说好了把陆安 中到沈凌峰的床上 陆氏集团的危机就很可解除 现在 危机不断没有解除 江城所有的银行 把我们陆氏 拉进了黑名单 怎么会这样 子涵 你不是在酒店吗 你有没有拍到陆安安 沈凌峰的视频呢 我昨天看到陆安安进了酒店 然后沈凌峰也进去了 我才走的 我知道了 肯定是那些狗散 收了钱不干事 我告诉你 贷款要是拿不到 都给老子滚出去碎大街 子涵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 妈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怎么了子涵 都是罗兰那个贱人 我 啊 你是谁 不是 哎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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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的路啊 来 竟敢散尽我的女儿 子涵 你放心 受的这些委屈 妈一定十倍百倍的向她玩玩 考验回来 他不是想去找柳月如呢 就让他找去好了 这么意思 你这样 妈 这都一天过去了 怎么还是没有消息啊 别着急 陆安安那个小蹄子 要是知道柳月如被关在哪 他不可能不救他的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喂 抓到陆安安那个贱人了吗 没有 我们根本没看到陆安安的身影 是一次有流浪汉往这边留的 我们今天已经抓了二十多个 他们都说是收了一个女人的钱 什么 我们问清楚了 那个女人就是陆安安 妈 你不是说陆安安一定会去的吗 是啊 难道陆安安已经知道柳月如被关在哪 可是不可能啊 这个地方只有我跟老爷知道 没有别人知道的 妈 我跟你说 这个小贱人最近邪门的狠 之前合同的事情我明明动了手脚 结果他还是抽中了 还有上次下药的事情也被他逃了 这次不会 嗯 被车 哎你可真行真被你猜中啊 哎 哎 要我扫开后面那辆车吗 不用 让他跟着就好 哎呦陆布兰您怎么来了 柳月如呢 今天也没人来找他 我不是一直按照令人分布 把他锁在毛棚那边 他现在一个风活着 没有什么人来看他 带我去看看 哎陆布兰就在里面 妈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江城第一美人 就这 第一美人又如何 还不是我的手下败将 柳月如 折磨了你这么多年 我也玩够了 等我把陆安安那个贱人引出来 我就要让你看看 我是怎样折磨他到死的 哈哈哈哈 也许被烟火是昨天 在这里活在北岸 让独产转离合北 为什么 我是安安 我是安安 妈 妈 我是安安 妈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你最爱答案回来的 你看看我 还你我身材平凡 你 我告诉你 现在是法治盛会 杀人可是办法的 太平凡 我告诉你 你在我妈身上造成的所有伤害 会一点一点一点倒回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们回家 嫂子 先去医院吧 五个蛋白好了 月齐 这里交给你了 放心吧 整个人 我最有一套 不要留下卫生 明白 五个我现在已经在去医院的路上了 柳姨的情况特别不好 连带着嫂子的状态 也很地灭 怎么样 你手里前两年遭遇了自杀 谁这么大胆的 啊 前我们傅家下手 我们这部官 岂有此理 你没受伤吧 万万是担心 不过是 一些小伤疤 所以就好 你不能用事啊 你是傅下的病害神症 你要是出事了 傅家可就乱套了 来 这是我给你找的神医 神医 这么多年都没好转 我都已经放弃了 没事 你说的一切神医啊 都可以给你找 那就有了我神医了 神医 怎么样 这 没事 你这说 这我心里恐怕 事不多了 不可能啊 我之前一生明明只能过 只要他好好养病 他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呢 你是神医 你肯定有办法 对吧 书在下才学书钱 无能为力 哎 二叔不必为难神医 我自己的身体 记得清楚 我宗主 别看法 刘邦 快来 啊 医生 我知道我妈的情况很糟 肌肉萎缩一时不期 您负责吸的部分就好 至于中医 我那边会找人负责的 那嫂子 我去联系一会儿那是吧 嗯 谢谢 你干什么 不要碰我女儿 你走开 不要碰我女儿 妈 我是安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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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哭过了吗 你怎么来了 这我自己的私人医院 我自己的私人医院 这我自己的私人医院 我家的私人医院 我自己的私人医院 给 我们真是 你們先出去一下 我要試真了 那個 謝謝 既然抓見我父家 就是我父家的人 我自然不會放人不顧 但如果你想報答我 也不是不可行 你希望想報答我 你說 我 我希望想報答我 不少 我看你對我那個小徒弟 還不錯嘛 我對有价屬的人 你相當比較高手 更何況他母親在我手上 我就不用擔心他背叛我 路恩愛 你在期待些什麼 你要留下安安的辦法有很多 何必就要折疼 我的字典裡 從來沒有害怕兩個字 別說你害怕 對號不做 知道了 你們年輕人的事 我就不參加了 過家族地 又怎樣呢 老婆遲早會被遞 我對有價值的人 相當比較保重 更何況 他母親在我手上 我就不用擔心 他背叛 我還不停 傷個心手間 一囊筒 不會安排 最好的醫生 對合一個問題 一定會讓你們記 封身 副長 謝謝您 看不漂亮 我靠一回來了 副長 你要是對的話 你還會去生 一会五分钟 好了 已经到了 去找你一听吗 和思敏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爸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 你又在闹什么啊 老爷都怪那个陆安安呀 他不仅救走了柳燕如 还折磨了我跟子兰一晚上 你有证据吗 爸我手上的伤就是证据 您看 昨天他明明就是在这打的 没用的东西我就不该相信你们 哈哈 妈怎么办 陆安安要是还是没有删掉的话 柳志那边怎么办 我根本拿不出来两百万啊 我们动不了陆安安 就找别人来动 你就是柳志啊 是的 是陆家让你过来送钱的吗 这里是两百万你清点一下 物函这是什么意思 小 当然你把这 要是敢杀了我 陆安安他怎么是不会放过你的 嗯 哎 安 他能活着来找我的死吗 夫人 人已经处理了 嗯 喂 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 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 一切 万元计划解决 应该就是这里吧 这里 安安你怎么在这 你 你瞎人了 我我我没有我一来他就倒这了 我没有杀人 陆安小姐 你慢点给我走一趟了 我没有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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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这次会怎么发生 傅氏家主夫人陆安安被爆杀人 你可不够把嘴巴撒死 你已经知道了 你还没看网上贴评论吧 把网上的消息处理杆子 OK 放心交给我 哎 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 没想到之前看着文文弱弱 现在能看出这种事 这有什么想不到 之前录制集团的周年庆上 他还装炉作养了 是啊 亏我之前还心疼他 杀人败杀人败杀人败 不要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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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有恶毒女人就该死 你现在有恶毒女人就该死 为什么要救一个杀人败 就应该让他被偷死 为什么要救他 他这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他就应该千当万挂 路四平 你的伤 没事 没事 你要是想回家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走 我为什么不问我 是不是我杀的人 就你这小破坛 也就我 我被你骗 路上 你以后 永远不要管我的事 你别逞强 我为什么要救 现在我妈已经在你手上了 你不用担心我会气恨你 更不用担心我会背叛你 我跟鱼鹤先生的谈话 你都听到了 敢吗 敢说不敢认识吗 你要是介意的话 我以后就不说了 他刚刚 像是在跟我认错你了 这几天你不在家 我都没睡好 你不要忘记 之前答应过我的事 你三天时间 过几天 我可能有点事 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我不用担心 不是什么大事 我有什么危险吗 哦没有 就是 可 可怜吧 三天之后 我要是见不到你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不不客气 你说的那个聪明六小姐的人 到底在哪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你真不知道 啊 啊 现在知道没 啊 你知道 虎哥 他怎么说 问清楚了 陆湛母女搞的吗 就是可惜 对人还没什么 今天陆湛的手是这么长 那就把这个人的手 我错了我错了 阿姨别叫 今天的事情 放心吧 我的好妹妹 监狱生活还不错吧 还挺好的 一日三餐 作息规律 表现好的话 还能加餐呢 多到这个时候了 还能说出这些话 真是可笑 是吗 我觉得我最近 好像还变胖了 明显吧 希望明天在法庭上 你也能这么随意 你大老远跑过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大姨挺辛苦你了 不过 我好像没什么东西送给你 不如 你写了礼的 喜欢吗 还有 你什么你 你还不走啊 我知道了 你想留下来 我一起吃晚饭是吧 那我 你 你 你见着 啊 谁干什么呢 我玩 希望明天再反一张 我也能笑得出什么 这么热 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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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什么想烧的 记住 家主 江春 最近有一起三案 那他非常飞扬 您的妻子陆安安 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就连带着咱们附家的股价 都游走下来 你不知道家主 大总如何处置 那一往懂的意思 不如 我们就把他 这样我们股东 也好对外界有个交来 这个办法是个好办法 是啊 一个女人来以来 百年以来 故事都是江崇豪门之室 如果因为 去去一件小事 就影响了整个故事 那在这的各位 又是干什么事的 那他是个杀人犯 哪人都没抬定 王董 胡正平 这也都是为了咱们 傅家好 哎呀 这都是傅家的缘 何必为一个外人生气呢 啊 不如啊 大家都在这 那你们说 怎么办嘛 何明 我相信你的眼睛 只是这样 他家很难服众嘛 不如啊 我跟你说 当我说 那是什么 我该做的 最近 不是要选下一个家主 不如 咱们就以家主之为 来做这个办法 要是我们没有冤枉的 那你对 你对 退出这次家主之为的随便 不是 这也太草率了 可是家主 这也确实上了部分元老的心了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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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思念 你终究还是太嫩了 妈 你都不知道 那个鲁安安今天有多嚣张 他都进监狱了 还敢跟我顶嘴 他那么受傅家老夫人的喜欢 一定是傅家交代了什么 糟了 说不定他们要把这些事情给压下去了 不可能 这句确凿 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他杀人了 而且傅家最近在选新的家主 他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更在乎自己的女生 为了 刚刚一个自称傅家的人送来一个盒子 那我一定要亲手送给你 傅家 你先下去吧 妈 我们都把附思念 大家送到监狱了 傅家怎么会给我们送礼物啊 你们快大家看看 妈 这怎么会有一只手啊 这 这这是傅家给我们的警告 他们一定该出手保路安安了 不行 我们必须要在那之前先除掉那个小贱人 不停 这就能够做什么 这个便宜 你不就有什么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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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有什么想说的吗 不不不就有什么解释 你应该如何说的啊 你不说呀 这个腻你还笑得出来 陆正廷 怎么有这么恶毒的女儿啊 老爷 你别气了 等陆安安进了监狱 我想傅氏也不会为了一个杀人犯 为难我们吧 我们陆氏啊 肯定还能再重回巅峰 这都是咎由自取 他差一点连累了我们陆家 幸亏我那么早 可能断绝了父女关系 陆安安 别怪我心狠 都是你咎由自取 你就安心的在地下 等着和你那个妈团聚吧 哇 你不是要陪我过程去撞机 在他井上吗 他怎么 哎 等一下 没用的东西 肯定是拿钱 哥 他们现在路下的人感觉是越来越大 我感觉警车更神 要不你有行业之力还这样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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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办啊 要是陆家真的插手把陆安安带走了 我们就完了 别担心 我现在就安排记者全程直播 我就不相信陆家 能为了一个陆安安 跟整个江城作队 更曝鲁 那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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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现在 就是聲音 證據確鑿 你還有什麼好交遍的 等於會有的你受 現在所有的證據都已經曾交本金 被告你是否認罪 我不認 混了你都殺了人了 你還不敢承認呢 如果說 人還活著 你還活著 啊沒有 就是可能 我在問你一次 你確定不需要我出聲 那還真有一件事選你幫忙 是 既然受害者已經醒了 那就讓他自己說吧 殺我的人 不是怒安 你還沒來 風含派來的人 你有證據嗎 有 是的 是陸家讓你過來送錢了嗎 陸子函是什麼意思 難心啊 當然可以這種錢了 又是敢殺我 杜安安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 他們活著找到我們這說吧 我 我沒 假的 這都是假的 這些錄音也不能說明什麼吧 說不定是他們凶殺人 我沒 我沒想到你 這就是 我可以你不想 說到把兇殺人 法官大人 請允許我幫利民這人出庭作證 他可以證明是陸子涵妄圖買兇殺害陸安安 這個就是 我們要給你 什麼 怎麼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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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嗎 咋完了 你放開了 我放開我 請救我 啊 啊 本題天幕被告人陸安安無罪是貌 來來去陸安 真是被冤枉 我就做不可能了 我們家族的眼光 怎麼可能會有錯呢 哦 現在呀真相大白了 我相信副家的股價 會馬上提升的啊 王董不是一直說想提前退兄弟 正好前段時間因為富士危機 操勞過度以後就再加好的休養了 怎麼樣 這恐怕有點不妥吧 必須王董為副家幸福的證明 那我就更應該體諒王董 帶王董下去 早就工作吧 是 二叔 還有什麼問題呢 哎 啊你沒事吧 沈凌峰那個混蛋竟然把我關在外面 氣死我了 放心吧 陸子函叫了記者直播 可以看回放 回放哪有現場精彩啊 哎 對了 那個貨車司機是怎麼回事 肯定你家大魔王幹的唄 看不出來他還挺細心啊 居然還找了人一直暗中保護你 喂 你要不要看自己現在純心大漾的模樣啊 說什麼呢 說什麼呢 你見過很多次了 很多次 天天見呢 跟他們在一塊飯都不用吃都飽了 你也是單身是啊 怎麼 你想幹嘛 浪漾我是直男哦 五哥 五哥 快救我 你不能救救救 滾啊 哎 對了 奶奶知道這幾天發生的事嗎 我沒告訴他 只是說你出去玩了 他知道你今天回家 給你做了一大桌子的好吃的迎接你 回家 剛剛說的是回家 看到你呢 走啊 啊走吧 這就是好吃的 天使啊 哎呀 你才出去這麼幾天 怎麼說成這樣子 來 多吃點 謝謝奶奶 我可不喜歡太胖了 你個大男人懂得什麼呀 女孩子身上有一點肉才好看 安安這樣正好 就是 來吃點蝦不長胖 來吃點蝦不長的 這玩意兒可是秘密武器 記住關鍵時刻才能拿出來 有這麼玄乎嗎 到底打不打開呢 哎呀不管了 什麼秘密武器 這也太尷尬了 沒什麼 吃鞋子沒發現 原來身材 好看 嗯好看 廢禮物室 你你要幹嘛 我想要 哎 都讓你不要打開了 但這個不是我買的 真的不是我買的 你幹什麼 和我做 不需要這些東西 五哥真不知道你的咖啡有啥好喝的苦死了還是水好喝 哎哎哎哎 你忘記我師父跟你說什麼了嗎 你要是再敢喝咖啡我就不幫你調演身體了呢 就是我給你做明白 五哥呀五哥 你還有今天 嫂子 還得是你 我是奉旨心事 他 不敢不聽 對呀 怎麼感覺我做你倆之間這麼多魚啊 你知道嗎 知道嗎 我明白了 你們夫妻倆聯合起來欺負我是不是 五哥我不跟你玩了 出去 五哥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談個戀愛 變了是不是 趕緊的出去 哎哎哎哎 行我也去談個戀愛 等著等著 哎 給你一個小時的工作時間時間到了 必須跟我出去走走 嗯 聽你的 嫂子 你那個渣爹他又來了 什麼 我去看看 我陪你一起 不用 你不是還有準備選舉的事情嗎 不用在這種人渣上浪費時間 你先好好工作 你倆真聽我噁心嗎 我說真的 我不好意思 你什麼意思啊 我是你們少奶奶的親生父親 你敢攔著我 老婆人吩咐過 陸家人不讓師父們 你今天是欠揍吧你 沈破風把陸總推來了 你叫我什麼 我是你老子 陸總今天來這 就是為了跟我說這些嗎 明天跟我去出席一個記者發布會 恢復我父女的關係 陸總是真想認回我這個女兒 還是想攀上父親 好解決陸氏危機 我救你這麼一個女兒 我怎麼都是你的嗎 只要你救活陸氏 那剩下的50%的股權都給你 一個女兒 我怎麼聽說 陸總在外面還有個私生子 我要是救活了陸氏 陸總就一定能保證 陸家的一切都是我的嗎 那是一個親戚 你綁綁還又怎麼了 陸總這話 還真是讓我大開眼睛 你陸氏要破產了 我不會讓你好過 你放心 陸氏要是破產 我一定大量練習你 陸總 你怎麼來了 隨便走走 看來陸總是嫌陸氏破產的秀努 不夠快是嗎 我的女兒 也請你 她就是一個實際欣賞的女兒 我的女兒 不需要那麼善 趕緊滾 剛要說什麼 再說一遍 說什麼 就你剛說的嗎 趕緊滾 不是 是 就是你說的那個 我是女人嗎 我說過嗎 你說了 你再說一遍 你換聽了吧 再說一遍 我還最沒喜歡 恋愛中的女人 都這麼優質嗎 五哥 你找我 陸氏那邊手機了 放心 我動用了全部的勢力去封殺陸家 他們沒有一點翻身的可能 到時候銀行超售陸氏房產的時候 跟我說一聲 你怎麼會對陸氏那破房子有興趣啊 我待安安去看 行 我就不該問 走吧 散步的時間到了好 哈嘍 看不見我嗎 嫂子 我剛剛還真沒注意的 這個家 我是一點也待不下去了 你慢點 走吧 帶你去個地方 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家族夫人 把門打開 真好看 看來 他真的瘋了 不知道 他一直不配合監察 我去試試 你小心點 嗯 這是我的子涵 方知晴 真好看 方知晴 子涵 我的子涵 子涵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 你是誰 你是柳月如那個賤人 我打死你 我 你還記得你女兒陸子涵 他進監獄了嗎 你還記得你女兒陸子涵 他進監獄了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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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 你還記得你 你女兒還記得你女兒 我的子涵是江城最優秀的千金 你们都不能欺负他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他既然疯了 那就去他该去的 没事 我就是想你 妈 以后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我还挣了好多好多的钱 以后有什么好吃的 我都带你去吃 你想去哪就去哪 你快点醒过来 好吗 以后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去哪就去哪 我会保护你 妈 妈 你醒了 你是安安吗 对 我是安安 你终于记起我了 你真的是我的安安 我是安安 妈 刚 就 不得欺负了 要让我白干掉 师父 你来了 妈 这就是我师父 小时候 就是他救了我 还教了我一身一手 这次 也是他治好您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您这么多年 对我女儿的照顾 可以 既然你们都云在一起 那个 我都 还有点事 你们先聊 先聊 谢谢师父 这么多年 妈妈都没在你身边 让你受委屈了 没有 妈 这些年 我过得很好 没有人欺负 而且 我还遇到了一个 很喜欢的人 那个人 对你好吗 你怎么来了 你刚不知道我 他就是 你说的那个人 母亲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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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 找我啥事 那母亲 真的治疗了 相信不久 就会出来了 所以呢 不是挺会后男的开心 对啊 我懂了 你想吼丈母娘开心 我明白 那你可问对人了 哥们号称 师奶杀水 我理你 这么跟你说吧 讨丈母娘欢心 只需要四点 嘴巴要甜 称呼到位 夸奖真诚 回应积极 就OK了 他怎么 救我母亲了 因为结婚了 你先结婚了 嗯 哦 母亲 我叫傅斯明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些礼物 我就愿意 身体会不健康 谢谢 思姨 感谢你为安恩做了一切 我了解我女儿 如果不是你全心全意的对待吧 她也不会真心的任何努力 不行 你见外了 是我足够幸运 才能够遇到蓝蓝 那么长得 还不想看 我 11 次 06 次 对了 你是怎么学会这些的 这需要学吗 是 我老公 身神通你不是自通 那是 我其他方面 一点自通 你要不要试试 这啥月 对了 我妈 还要继续住院吗 啊不用我准备这套回复杂 你在他身边有与他恢复 而且他和奶奶彼此有个伴 好不好 老公你这样好棒 老公你怎么这么厉害 什么团队啊 这很难吗 我先帮我妈收拾 我不会怪你 哎呦你又说安安的妈妈月如吧 我瞧着都喜欢 难怪能叫安安这么可爱的孩子 谢谢你老婆太 安安都跟我说了 自从她带到傅家 市民一直来帮助她 给她撑腰 都是安安的孩子 招人稀罕 那来我们先进屋板 走吧 哎呦我都激动的忘了你没吃饭 我呀准备了晚饭 咱们边吃边聊 叶如啊 今天的菜还可口味吧 我都好久没有吃过 这么可口的饭菜了 那就好那就好 以后呀 我让厨师天天给你做 谢谢奶奶 谢谢老太太 谢什么呀 我一个人在傅家吧 一横到晚闷得慌 你来了就好了 以后我们抽后呢 聊聊天逛逛街 哈哈哈哈 好 这哭了 我等一下 就是小时候跟我们妈分开后 好久没有看她这么开心 你对我太好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抱她 你好 好久不见 我要你聊 我带安安的这边 不能把这张 了 不死你 還為什麼 覺得這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佳的确生意之人 但她的身体不怕 支撑不然多久 顾佳 没办法 我也是为顾佳的未来讨论 口书无凭 这位是给孙明总算的 他的话 最有幸福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之前孙明不是在家里遭遇的刺杀吗 我写李生业 与他家庭 这才知道 他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址 所以啊 为了让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才一路 林小义 是吧 这是真的吗 是的 这位先生体内藏着多种毒素 他们不断相送 修持着他的身体 被被伤势整段的时间来算 这位先生 就是一个月时间了 什么 祝福运给受一个月时间了 不行 我们不能把父家交了一段 这样子不能收拾 是啊 父家亲历了百年 才有仅值这种地位 可以在一个小时的手里 现在大家都知道事情了吗 我觉得可以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嗯 这么来 我不来 可是你被他们欺负吗 仔细吧 想要见四明 就得休息事 我们正在正式 正式 你们的正式 就是在这里 你说发光 你 你蛊惑了四明 比较想着在父家为所欲为 啊 你现在轮不到在我们面前笑笑 二叔 我确实是不懂 我看四明每天从早到晚的登座 还失明 而你 只需要躲在他的背后 就可以享受到 他压榨身体的导致 你凭什么这样说 我凭什么不敢这样说 是不是傅思明从来不叫苦 你们就觉得没什么 啊 人之常情嘛 现在又觉得傅思明没有用 想拉他下 甚至 还想要踩上几脚 二叔 您是公司的股东 又是我的二叔 您这么聪明 你说 这叫什么呀 你 你不好说我来说 这叫做忘恩负义 一群白眼啊 还围攻你们父家的功臣 你们不心疼 不心疼 你们以为我们稀罕这个家主之位 这个破家主 谁爱当谁当 别闹了 我答应过奶奶 一定会好好地找看父家 你就知道 你会帮这些脱油屁 让我自己想办 走 坐下 我知道你们大部分懂事 还是继续选择支持四名其人 但是呢 又担心四名的身体不能承受 正好 我今天 也带了一位神医 这是神医 这不是哪儿随便请来的骗子吗 哈哈哈哈 你们说话的 你才是骗子 你们全家都是骗子 哈哈哈哈 我是 云鹤大师 九眼神医大名 用 平平平 既然各位 不知道云鹤大师的大事 大事 来 随路 让我来看看 呦 谁 心灵生 他的身体 一切有货 哦 现在 啥有 这段时间的 脑里 并有财子 不是安安的 就算是 这名其他 没有 这也是 哎 哎 我们不能拿 父家来开玩笑 对吧 是啊 是啊 所以 我问 声音最近的 胜水装 不是 前段时间 抗认 不许活不了 他不是 现在看来 嗯 活个一年是没问题的 你们俩说什么呢 师傅 我们刚刚在聊工作呢 嗯 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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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的病呢 已经稳定了 你老师呢 也有你照顾 我呢 也该出去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了 哈哈 什么 师傅 你要走 哎 哎 我在江城 待的时间也太久了 我也该出去 云游去了 哎呀 师傅 我又来了 姐好好谢谢你 哎 别说的也没用呢 给我带两瓶好酒 让我带走 哈哈 你不是说什么 什么 我是去云游 又不是去死 说不定 你们孩子的满月酒 我就会回来了 所以啊 你们俩赶紧抓紧 给我伸个胖娃娃玩玩 哈哈哈哈 嗯啊 别忘了我的酒 就这样我走了 哈哈哈哈 啊 那我们也回去吧 回去干嘛 去完成你师傅 在给我们的任务 你有病吧 嗯 你不是说傅思明活不过三个月吗 那给云游大师妙手回春 治好了傅思明 也不是不可能 快 来来 把他带去 你别杀我 我叫你别打我 主任 已经处理掉了 我听得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把傅思明踩在脚底下 你千万有杀一个 云游是你 主任 刚派出去了 云游大师 已经离开了这个车 小匹复舍 下人轻言过天 正是我的情之术 有没有无意义 想要觉得不一样 我新年制了一款项 对健康的人没有影响 但是对 你死本来说就是皮霜 在一周之内他皮底暴皮 而且 香会自动消散 我会留下一个痕迹 好 你俩之位 一定是我的 手术 看 私轻言 我 老大 你俩 把我朋友 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拿着 身上 你肯定是 他不可能 有什么 我肯定是 嗯 你肯定是 那心里我就不变了 哎 这些啊都是我的心意 谁可是呢 帮你好好调理身体 发现身体 送你孩子亲戚的日子 发完大感情 那些是二叔啊 你好好照顾身体 就是对话是对话的 过去看你 好 还好 二叔 哎 就来看奶奶啊 啊对对对 给你和四明带一点礼物 你去看看 谢谢二叔 嗯那你先去忙 好 你二叔要来信什么呢 啊 看看有喜欢的 他送他 他送了我可不敢说 他也有偷偷下肚子 不行了 已经检查过了 这是什么 哦那是安神三吧 味道还挺好闻的 到点了 不要担心电脑 曹思平 曹思平曹思平 医生 快叫医生 医生 怎么样 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啊 你们还是装我最快的打算 主要 顾思平刚刚突然在书房内突袭 听说好几名医生 齐忙活动 同志是兄弟几手 是 那能证 是 好 立刻同志是所有的 是 让开位 是 安静 安静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斯明的生理情况 如今 附家还没有消息 但是 恐怕 那个女人呢 她不是答应一定能把家子的身体疗养好吗 她不过是未遂前逃了 当时就不应该清三了 谁说我跑了 谁说我跑了 家主至今生死未苦 你居然还穿得这么厌密 纯色系统 你个恶毒的女 不过是想等家主死后 寄成福渣渣 陆安安 我们富家代理富宝 你为什么这样对了斯明 没想到 没想到 你居然为了富家家的 二叔 奇怪 一生都没有查出 斯明的病因 他怎么知道 这 瓶河大师不是说过 我斯明的身体不是在规復吗 如果不是你毒害 他怎么会吐血而晕倒 嗯 有道理 一定是有人给他 哈哈哈哈 你终一次 啊 我承认什么 他说 说不定 是 哈哈 哎呦所有人都知道我最疼爱斯明这个事 我怎么可能害他 当然是为了 家主是为了 你说这个话 不是吗 啊 副董医生淡薄名利 怎么可能禁于家主之位 虽然如此 废话不多说 大家请看手机 既然如此 我废话也不多说 我废话也不多说 请看手机 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他居然是这样一个笑里藏刀的小人 这会是真的 这会是真的 华安 没想到你臣服如此之声 陷害斯明不够 现在还来污蔑我 二叔 你的意思是说 是我 从小培养这些死事 而且 你们这么多年 都没有发现 我 怎么 敢做不敢当是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承认 是我做的 那怎么样 你觉得再说的各位 会不会以此之门 来和我作对吗 现在呀 最有资格的 就是我来继承这个家主之位 你们可想清楚了 你们是为一个女人来揭发我 然后呢 陆家的势力 被其他势力慢慢分析 还是 继续拥护我 享受你们的荣华富贵 不远信 你当真我们不会揭发你 哈哈哈哈 是吗 你不如问问大家 你们 把这个女人给我带来 你敢 谁敢 没事吧 你没死 你没死 二叔 让你失望了 这是什么 这是二十三吧 味道还挺好 什么 这香用 不应该啊 刚刚 虽然陈上跟我们说 说是没肚的 这香不如我来说没肚 但对于你来说是剧毒啊 他也真是会 热香 一周之后就会消散 到时候就算你出了什么事 也没有人怀疑到他口上 傅斯敏 你是不是每次出事 都没有任何线索 你的意思是 之前跟我下毒的 都是他 很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就这么去找他的话 他肯定会不承认 不如 我们将急救济 比他 大型 大型 可以动手吗 走 你们你们何须虎来骗我 二叔 不这样的话 你怎么上钩呢 嗯 二叔 不这样的话 你怎么上工呢 我们相信 警察同志就是他 不愿意 你涉嫌故意杀人 跟我们走的 家族之位是我的 我不走 家族之位是我的 我不走 干得漂亮 回头让我老公 给你封一个大大的红包 我不管 在单身狗面前秀人来 我们帮我必须翻背 不然难以安住我幼小的心 双背 你先回去休息 等我处理完这位工作去找你 嗯 走了 看住 现在你跟大魔王的问题都解决了 准备什么时候要给孩子 不听不听不听我妈电精 哎呀你们俩基因这么好 不胜一个可惜了 对了 我给你的秘密文系 你用上了吗 和我做 不需要这些东西 妈 确实晚上第二天 又都不是自家了 嗯 看来我很快就要有甘女儿了 不想一方万一 我们再去多买几套 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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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你放 你走啊 走啊走啊 二叔 我一直很好奇 你为什么一直这么爱 哈哈哈哈 为什么 我从小严格要求自己 每天起早烫黑的路 完成父亲交给的所有的功课 就是为了成大后 带着父家走去 我也 本以为我以为要计算父亲 父亲把积层权交给你这个矛头小子 你做这些事情之前 有考虑过奶奶吗 看来还真考虑过 原因 真是太感情了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指责 啊凭什么 爷爷一直对你给予后光 他从小让你学习各种课程 严格要求于你 正是希望你成为一名合格的接难人 而你呢 就知道投机取巧 整日钻银 旁门走道 他想把你拉回正当 而你却觉得 他是在干涉你 傅元爷 傅家家族之位 本来就是传给你的 但你根本不配 你对不起奶奶 对你的疼爱 更孤分 也就更急 别难过了 为了那种人难过 不值得 我没有难过 只是听奶奶觉得不值 没事的 你不是已经告诉奶奶 她出国发展了吗 就让她的记忆 停留在大家最好的时候吧 傅思铭 我们生个孩子吧 傅景月 你慢点 爷爷给你 谢谢你 真乖 景月 家里人还等着我们呢 我们先回去吧 好 大家看这里啊 好 一二三 再来一招 靠近一点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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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靠近一点 甜蜜一点 哎 好 保持这个动作不要动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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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